《東俄音樂體驗館》 我這邊要介紹如何挑選鋼琴 那我主要是分三個步驟 來提供給大家 如何挑選好的鋼琴 那第一個步驟 是要看它的外觀 那第二個步驟 是要看彈鍵盤的觸感怎麼樣 那第三個步驟 是要聽起來它的聲音怎麼樣 那我首先從它的外觀彈琴 一般來講你在選鋼琴的外觀的時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鋼琴的外觀是不是它的縫隙 左右兩邊縫隙有沒有對稱 左右兩邊或上跟下之間的一個外格 是不是有沒有對稱 如果說你覺得說這個鋼琴好像沒有很對稱的話 那表示說它這個鋼琴的外格做得不太好 那通常在亞洲 一般家庭大概70%會選擇黑色亮光的鋼琴 在歐美大概70%會選擇原木色 那至於要怎麼選擇代表黑色還是原木色 那可能要看你自己的偏好程度 可能你要搭配自己的家裡的家具 來選擇你喜歡的 不管是黑色的亮面或是原木色的平光 那這是有關鋼琴外殼的介紹 那第二點是有關鋼琴的鍵盤觸感的一個選擇 當你選過一台鋼琴 你一定要選擇一台鋼琴的觸感式 不要有的彈很大的力氣才會聲音出來 有的鍵盤彈很小的力氣聲音就出來 這樣等於說觸感不平均 對你鋼琴的彈奏過程當中一定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所以你一定要選擇一台鋼琴的觸感 不管是你手指彈到哪一個鍵 用的力道是一樣的 它發出來它就可以發出來聲音 這樣來講你選擇的觸感是最好的 那第三點我們要選擇鋼琴的音色 那我們聽鋼琴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要聽起來這個音色不要太尖或不要太柔 一定要很漂亮的聲音 很平均的聲音 才是你選擇這個音色最好的一個指標 所以你當然選擇音色之後 你要用手彈彈看 是不是每個鍵它彈出來的聲音都很平均 至於說有關鋼琴的價格跟鋼琴的高度 是呈正比的 當我們選購一台鋼琴 因為我們鋼琴它有分不同的高度 它的價格會隨著高度而增加 那很多人問為什麼鋼琴的高度越高 它的價格越高 那是因為說鋼琴的高度越高的時候 它產生的共鳴或產生的音色或產生的音量 特別是音量它會越大 所以說我們鋼琴會從比較低的 比較便宜的鋼琴 也有比較高的比較貴的鋼琴讓你們選擇 那你選擇的方法可能是你的預算方面的問題 或是說你家裡經濟狀況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或說你要彈奏的人 他已經很有興趣了 你的預算又足夠 那你可以選擇比較高的一個鋼琴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小朋友 或你要彈奏的人 他還不很確定 那你可以先從比較便宜 比較低的機種開始選起 你會活動我們 請問你 小朋友 你做得一一點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 對於是一段時間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 最後就是